欢迎访问海星微课堂 今天和大家分享学习一下安卓手机Pintools的Blue的网络工具的使用 这款工具是我目前用的在安卓手机上用的频率最高的 首先我这里切换到我的一个安卓手机上来 好 这里我安卓手机上我今天需要用的 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怎么安装 我一般的市场上也有这种眼镜 但是我一般都是用KKO浏览器直接安装的 那我点击点击这个远键连接应用 一样输入 Pintools 那这里已经有那个Ploom的直接下载 下载你点击下载就行了 我这里因为已经下载所以这样是打开的 距离怎么安装呢 我就不再做演示了 那我安装以后呢 我们就直接随这个Teams打开一下 那我们看到它这个 主页面都主要是四个选项 一个是网络状态 一个是 本地的局域网的一些连接 电脑性质的连接 第三个是无线WiFi的信号 第四个是网络使用的 就是当前的大框 那么 为我们打开这个网络状态来看一下 点击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它更详细的信息 就是说主机名啊 IP I6 以及 一些IP V4 就是本集的IP 直网 延网广播啊 这些这些详细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更详细的 然后我们看完这个网络状态以后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局域网的连接 因为有哪些电脑连接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当前 那个 录音器 录音器下面的一些连接 可以看到我这里有好多台电脑 然后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WiFi的信号 一般的一公里WiFi信号在百分之这种信号 的是比较强的百分之六十四 这算连接状态还可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网络使用率 网络使用率 网络使用率打开以后 实际实时查看我们本集的一些网络情况 那在下面还有一个传输 当前打开的一个传输 呃 代数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 它的选项菜单 它有很多的选项 我们这个分别一一作为介绍 这个信息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件事情 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说 假设我像监控我一台电脑的状态 我们就打击这个监控 添加一个电脑 你要选择电脑名称随便可选 然后主机IP显然 然后选择的检测方向 你有很多种检测方向 一个ICMP 一个TCP 一个HDMI TTP 一个TTPS 之前我们一般检测网络 一般用拼吧 然后保存在这个电脑下就OK了 我这里已经做了一个那个 直接我可以拼一下 我这个电脑是另外一台电脑 你看 检查了 它目前是在线的 这是关于在这个监视器的用法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拼的用法 我们点击这里拼 然后我一下拼这台电脑 那我们就直接拼一下 它能不能通 这个 那回复 我们暂停一下 那我们在这里设置一下 设置 我这是直接设置路约器吧 那我的路约器是拼 其实你可以拼其他的一些信息 这是拼这里呢 有很多也有几个选项 有不同的拼的方法 大家可以是了解一下 在这个是路约观众 路约观众的话 那就是时间 跟踪 跟踪命令 所以这里也有跟踪的一样的模式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然后最后一个 我们就再来看一个端口扫描 端口扫描也有 直接理想扫描端口的 启动端口结尾端口 可以看到我这个是80端口是打开的 用时代器航秒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UPNP扫描器 如果你的局劲网有 有些车被开启 这个UPNP 那么就可以在这里 可以扫描到 这里也有一个 最右下边还是个分享 就没有更多的选项了 要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BENG 它这个也是一个工具来的 它这个是快速创解网络 你看我这扫描了 它电脑 你的自动发现 这个大家更 欢迎更更强心的 大家可以百度搜索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WIFI扫描 那面WIFI扫描也 那这里可以看到各个WIFI的信号强度 以及我们可以用图表的形式 图表的形式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一些更多的图形化的实播 或者是5G的 因为我这个手机没有5G的支持 所以这里就没有看不到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直网扫描一 扫描一 我这个是因为是无线网络 然后我就直接扫一下我本地的 那本地局网的一些信号 我再扫一下 它是20个进程 那个发现我的路由器 我再查一下 因为它是20个进程 这个速度稍微慢一点 我们再查一下 你们看到更多的一个电脑在线 再看到一个成功 但是已经回绝了 就平成了这台电脑也在线 我们没有时间我就暂停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户子 这个户子就是查看你的一些信息 有时候我要查看 可以看一个IP 8.8吧 查一下 查一下 这个IP的信息 可以看到更多更详细的信息 在美国的数据都可以卡在当 更详细的一些信息 大家就再去了解一下 这个是反查的 就是查这个IP 因为你的支持的 这个888 是Google的一个公共的DNS服务器 这里有一个设置方面的 有很多选项的 这个大家如果想更了解的话 可以查一些相关的文档 去看一下其实很强大的 那再来看一下 他另外一个是网络唤醒 如果你 你局域网里面 如果有一些电脑 可以远程开机的话 你可以添加进去 然后网络唤醒了 这个我去具体就 不做讲解了 然后这个IP计算器 这个我也经常用 如果你假设你去 你找到一个IP 你分配网端的话 特别是一些网络管理员 要分入网端的话 就可以再来计算 你看这个很快就计算去了 或者我这里输入 30 我直接输入30 那他也可以计算去 你的网络信息 或者28 他马上就可以 把这些网络之外 野马 通贝福 一些都可以 快速的给我们计算去了 那这里一个 有个设置 有常用的 假设我们常用的电脑 我们可以把它添加到来 这是关于声音设置 以及这个是语言选项设置 这个是一个关于 IPIP的一些信息 另外这个应该是震动的 具体用 具体怎么用的 我也 应该也不是很清楚 这是关于这个 网络工具的一些使用方法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给我留言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